马克龙说,美国总统川普拒绝巴黎气候协定,反而加强了这个协议。 川普总统决定退出巴黎协定是一个新故事的开始,我相信这给我们的集体机会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势头。 在他决定之后,我们加快了批准,有更多国家加入这个团体并批准巴黎协定。 这样很多人说,哇,这是第一个决定退出团体的国家,这个团体有危险了。 作为对川普的回应,马克龙批准了价值数百万欧元的研究经费,吸引美国和其他气候科学家加入法国的研究项目。 出席星期二气候峰会的美国前国务卿约翰·克里说,川普拒绝气候协议并不是大多数美国人的意愿。 我们有38个州拥有可再生能源投资组合标准法。 我们有90个城市,美国的主要城市。 他们的市长都致力于遵守巴黎协定。 这38个州拥有美国80%的人口,我们不会偏离轨道。 星期二是联合国气候峰会2015年12月12日在巴黎召开两周年的日子。 至今已经有195个国家批准了巴黎协定,以恶阻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。 观察家和与会者说,巴黎协定的目标是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,控制在支币工业革命前的水平高出两个摄氏度的范围以内。 但是他们说,如果没有数亿美元的清洁能源投资,这仍然只是个梦想。 在联合国防止气候变暖的过程中,资金一直是个棘手的问题。 发展中国家要求得到财政援助,帮助他们改用污染程度较低的能源, 抗击气候变化,引发的超级风暴,大旱和吞没大片陆地的海平面上升。 这都需要大量资金。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。